同血桶的太近不能比赛 这个是不可行的 把身体做愈好 它就能比赛 这只鸽子格罗亚军 是骨子里面的鸽子 沾着血比例特别重的 还在打比赛 照着很多打比赛的鸽子 都是尽情的 就我们很多人是做不到的这种 照着能不能够 李豪先生里面有什么技巧吗 也没什么技巧 因为加拉邦德那名鸽 它的骨架非常硬 然后就是罗尼凡尼特 能飞家族好 这条鸽子本身 就是一条超级回血鸽 然后它又配上他的姑姑 除了这个阁王十二 这个阁王十二 在三关的时候 是国王三 小军队他是骨子配的 反过去优秀配他的姑姑 对 又出了他 极度近亲 他本身就是极度近亲 他是三重近亲的 只是中间加了一个邦德零零七 但是这个近亲里面 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 个体达不到 优选当中 就是说对自己的鸽子 有一个就是血统和他的那个认识 怎么去配 加了什么鸽子进去 那么就是鸽子自己要考虑的问题 首先加了那个邦德以后 我觉得信心就爆棚了 因为邦德零零七 能飞 骨架硬朗 然后羽毛特别的肉 然后加上我就是罗尼凡尼特 这路鸽子 能飞 肌肉量好 然后很柔 所以说我这样建立了信心 因为极度近亲的很多鸽子 是作与的身体太差的鸽子 非常多 但是这个鸽子呢 加上邦德零零七 因为邦德零零七不是你看了吗 那只鸽子 它的骨架非常的硬 所以说我 把那个肌肉和那个骨架 结合在一块 然后它的身体不会差 所以说敢比赛 方德零零七 加进去以后 就是无论它怎么进去 它鸽体都不要 它不存在的鸽体不好 对对对 就是陪咕咕的 连续两年 两年都在鼠祥 打了几个 都是非常好的增进 把身体 作与好 它就能比赛 同学捅得太近 不能比赛 那个我自己认为 这个是不可行的 很多鸽子 都以我的 这两三路的鸽子 延续 引进坏的鸽子 一半 作为那个 餐屑鸽用 用了以后 可能 几年可能不会去用它 鸽个桥 对 所以说也是你这么多年 能够将这些鸽子 延续几十年 一直还能在 搭载上飞云 对 你一直都采用这种手法 对对 这样做出来的鸽子 会延续 会延续 又有成绩 又占千代顾了 又加上了万学 就改良了 你就慢慢慢慢的 每年鸽子就改良了 也通过比赛 通过比赛来优化 鸽子的身体 个体 就是说无论你买再好的鸽子 都是只是用它来改良 你自己家的鸽子 对对 很多鸽子其实可以借鉴一下 造成这种失误 这种失误 肯定实施起来比较困难 相对来讲 时间比较久 有条件 首先是你的那个硬件 你的鸽子 各个强壮 各个这个档次 引进一些好鸽子 咱们家的鸽子 就是我罗伊 昂德 还也是柯拉克 还盖比 这几物鸽子 好像都 融在一起了 对 融在一起了 不要说 摄罗伊也好 还是我们家的盖比也好 还是那个邦德也好 基本都融在一起了 融在一起了 对